他进入到城内的第二天 共军突然之间停止了进攻 他也听到了南方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枪炮声音 过了两天才知道国军有部队来救援 结果没有成功被吃掉 因为那个时候国军的确是派了第二快速重队过来救援 那所以万不过他听到的枪炮声 其实是国共在那边作战的安乱的声音 救援的国军被围歼了以后呢 共军用乳破的105榴弹炮 就对着滩云城坚固的城墙开始一阵的炮击 过了一两个小时 轰垮了200多米的城墙公路的城内 里北门有50公尺一个大吊宝 吊宝一个开成一栋振覃牗 马克逊几贯高 大 鞋子大 太轻轻了 这把一成像给你鞋 砱一個出一个就乔了